他的名字叫刘传心 老天爷给了他身高 但其他的都来源于自己 伴随着周期和NBL传出消息 比他更早和NBL有过接触的刘传心 也终于正式官宣 下赛季他将出展澳洲联赛 为布里斯班子弹队效力 尽管不是世界最高的篮球殿堂NBA 但相比CBN来说 NBL也是更高级别的联赛 刘传心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真的在一步一步的向更高的层级前进 1997年刘传心出生于河南浦阳 父母和篮球没有任何交集 身高也都很普通 但是刘传心出身就是个大个子 小学五年级时 他的身高就超过了1米7 不过由于鹤里基群 他遭到了同学的孤立 这也让他萌生了退学的念头 在家待了一年后 身高已经穿身到接近1米9的刘传心 决定去体校打篮球 碰碰运气 毕竟在他的印象里 那是一项巨人的运动 但运气真的来了 他遇到了属于自己的贵人 在一场代表河南体校 迎战重庆体校的比赛中 对手主教练蔡军看好了他 于是蔡军联系了刘传心的家人 给他带到了重庆 想让他代表重庆出展全运会 尽管在备战重庆的过程中 他膝盖受伤 但他的身高还在不断窜升 很快就长到了2米03 于是蔡军再一次帮他推荐 深圳体校收留了这个大个子 逢年广东宏远青年队 把他招入了球队之中 不过在身高增长的同时 体重和伤病也如影随形 他310斤的体重和体重导致的膝盖和脚踝的伤病 让他只能走圈的方式代替跑步 甚至投篮时也只能坐着训练 他十分苦恼 看着队友徐杰和多人望 进步越来越大 他决定做点改变 18年底 青岛准备重建 苏伟离队 他们急需一个大个子 而刘传心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这也成为了刘传心生涯的转折点 在前往青岛之后 他开始努力的减重 每天都会进行核心力量训练 然后戒掉了晚饭和宵夜 靠吃蔬菜沙拉迅速减重 半年时间他就减掉了60斤 这让他的一切伤病都得以缓解 很快保持住了训练强度 身高也穿上到了2米25的刘传心 在CB打出了名堂 而以他的天赋 全明星只是基础 更高的殿堂才是他的目标 我们无法预测刘传心 会在NBL打出怎样的表现 但凭借他的天赋和努力 至少他一定会让自己没有遗憾